下午好 我是瑞铭 马上带你来关注一则即时新闻 今天早上华尔街日报和沙拉月报告同时揭露一起国内重大新闻事件 这两家媒体根据调查文件揭露伊马发展公司涉及一笔高达7亿美金的资金 最后流向我国首相那级的个人户口 消息已曝光后 立即引来伊马发展公司发表声明 谴责一些媒体和沙拉月报告极度不负责任 以及蓄意损坏该公司声誉 并澄清该公司不曾提供首相任何资金 华尔街日报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声称他们已经检视过相关调查文件 并从中有看出来有关文件没有交代资金的来源 以及流向那级个人户口的资金最后被用在哪里 同时 华尔街日报也取得政府发言人的声明指出 首相纳吉不曾动用EMDB的任何资金用作私人用途 这样的声明跟EMDB发表的文告有所冲突 因为EMDB说的是不曾提供任何资金给纳吉 华尔街日报在上个月也曾经巨细迷移的报道 EMDB公司如何被用来帮助纳吉在2013年的竞选活动 更多新闻敬请留守百革时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